好 主播 細節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雲林高鐵附近的無措橋 那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車潮跟人潮 已經有最佳觀賞點 那縣福統計 現在人潮已經超過了25萬人 那周邊的大大小小朋友都已經出來 要來卡位 要來欣賞國情宴火 小朋友們 期不期待 期待 那我們一起祝中華民國怎麼樣 生氣快樂 謝謝 那大家都一起來這邊 要來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那其實人潮跟車潮那麼多 在下午5點左右 這車潮其實周邊就已經塞爆了 所以你現在可能要進來的話 周邊可能要塞車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才會進到會場 而下午的時候 會場那邊陸陸續續 就已經開始非常精彩的表演了 在這倒數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那現在在無錯橋上面我們可以看到 很多的攝影好手呢 是準備了他們的機具 要來捕捉這漂亮的一刻 另外呢 其實在現場有很多的觀賞點 那不過呢我們TPBS有準備了多個機位 像是製高點呢可以讓大家觀賞到 最這個空曠視野最漂亮的焰火 所以可以鎖定TPBS 另外呢這個國慶焰火的時場 是長達了41分鐘 那主題也是緊扣雲林的文化風情 那呢最重要的當然還是說 要祝中華民國生日快樂 而現場呢其實剛剛警方 騷腳的時候呢 也出動了這個干擾無人機 要來確保說無人機的表演 以及周邊呢不會有太多這個干擾 確保整個國慶焰火能夠來施放得順利喔 那稍後呢當然是總統啊 以及縣長台系還有立法院長呢 都會到場一起要來觀賞 這非常精彩又長的國慶焰火表演 那現場的人潮真的是相當的期待喔 人潮陸續融入現在呢 算是預估25萬人潮 不過呢縣府強調一定都會再增加 那大大小小朋友融入呢 其實也要提醒在現場的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小心因為還是有車流會通過 那小朋友們呢其實真的非常的期待喔 那現場呢人潮滿滿滿 那不過呢沒有辦法到場的觀眾朋友呢 一定也要鎖低TVBS 以上最新消息 我一定不會�가oked 天空沒有比較ных有盡色 arqu混ぜ 不是這次會覺得 甚至只會看到 第二個功能 嚇父親 一路